袁天爷看他那样 似乎嫌弃他脏 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手上一用力 把林小竹拉进他 吼道 你到底要怎样 想我袁天爷 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都为你做到这一步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为了一点小事情 转身就走 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你要是不愿意 趁早说出来 我转身就走 绝不纠缠于你 小事情 林小竹也火了 抬起头 怒视着袁天爷 我要告诉你 我跟别的男人 有过肌肤之亲 那么是不是也是小问题 你是不是 也可以不在乎 袁天爷一下哑然 却又强辩道 那怎么一样 男人和女人怎么一样 林小竹气笑了 一把甩开她的手 冷笑道 哼 你觉得不一样 那是你的事 反正在我看来 都是一样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一王爷 请吧 你可以转身走了 出了什么事 远处传来 沈子义的声音 紧接着 她就跑到了近前 看着袁天爷和林小竹 都是满脸的怒容 剑拔弩张的样子 问道 你们怎么了 虽然沈子义是好意 但是这种问题 怎么好跟别人讲 更何况 自己白天还拒绝了她 林小竹转手一指 指着袁天爷 气呼呼地道 你问他 转身就走 袁天爷被林小竹依据 你可以转身走了的话 给气着了 明明前一刻还缓住了她的腰 下一刻就翻脸不认人 说什么道不同 不相为谋 女人善变 果然不假 她哪里还有心情搭离沈子义 也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沈子义看着相邻的林小竹 和袁天爷紧闭的房门 苦笑了一下 慢慢地也回了房 皎洁的月光 默默地倾洒在大地上 照得赵家小院一片地通明 离院的三间房间里 三个人各自在自己床上 辗转反侧 虽然那一夜都没有睡好 第二日一大早 林小竹仍是按时醒来 自己到井边打了水 洗漱之后 便去了小厨房 这小厨房就在第二间的院子 离他们住的房间不远的地方 此时正值秋季 气候干燥 再加上秋风一吹 昨天系好的炉子 基本上已经干了 他点燃熟结 扔进了炉子里 准备把炉子再烘上一道 让他更为地干爽 坐在炉门前 正烧着火 忽然听到外面院子里 有说话的声音 袁公子 您看到林姑娘了吗 奴婢给他打了洗脸水 却发现他不在屋里面 门是虚掩着的 不在屋里 袁天野的声音 似乎变了变 他会去哪儿 大家分头找找看 紧接着 又去拍沈子溢的门 沈子溢 你可起来了 你看到林小竹了没有 怎么了 沈子溢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又惊叫起来 你说什么 林小竹不见了 坐在炉门前的林小竹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袁天野 平时见他还是挺沉稳 什么时候变得 乍乍乎乎的了 摇着头 又往炉子里面 添了一把熟结 林小竹 你一大子跑到这儿干什么 门口传来 袁天野的声音 声音里带着些责怪和愤怒 林小竹转过头去 面无表情地 看了门口一眼 然后若无其事地 转过脸来 往炉子里面 再架了一把熟结 其实炉堂里的火 已经很旺了 可他就是不想 跟袁天野再说话 袁天野站在门口 呼吸声有些粗 袁天野 找到林小竹没 院子外面传来了 沈子义的声音 在这里 袁天野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小厨房 不一会儿 沈子义衣冠不整地 跑了过来 看着坐在炉子前面 悠然自得的林小竹 有气无力地 道 林小竹 你跟袁天野 到底在闹什么呀 大清早的 不让人睡觉了 林小竹转过头去 打亮了沈子义一眼 见他外衣都穿返了 不由地扑吱一声 笑了起来 道 你看看你的衣服 沈子义低头一看 宝蓝色的长衫缝边 果然是露在外面 他抬起头来 瞪了林小竹一眼 还不是因为担心你 是 让殿下担心了 还扰了您的好梦 对不住了 林小竹拉长了声音 道 没诚意 沈子义又瞪了他一眼 这才施施然转身 回了房间 沈子义刚走 一个丫鬟又进来了 听声音 正是刚才向袁天野询问 他去向的那一个 名叫桓儿的 他站在门口 湿了一里 道 林姑娘 不知您洗漱了没有 如果没有 奴婢给您打洗脸水去 林小竹看了他一眼 见果然有几分姿色 淡淡道 不用了 你多去伺候伺候袁公子吧 一早起来 要是不见他 直接找就是了 这院子又不大 猜都能猜得出 他在小厨房里 可这丫头却偏偏要去问袁天野 原因无他 不过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罢了 昨儿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那眼睛就一勾一勾地往袁天野那儿瞟 睡大清早的 又安耐不住了 袁天野就是一朵长在牛粪上的花 到处地招风引蝶 还招苍蝇 林小竹狠狠地想 环儿被说中了心思 瞬间红了脸 不过林小竹只是赵家的过客 这丫鬟却是不怕他 摇了摇嘴唇 抬起眼睛直视着林小竹 道 虽然林姑娘是客人 我们是伺候人的奴婢 但是有些话 不是随便就能说的 还请林姑娘自重 咦 我让你去伺候袁公子而已 这话都不能说了 说这话就是不自重了 哼 林小竹气笑了 得了 一会儿你家主子来 我当面问问他能不能说 再请教他 在你们赵家 什么叫做自重 林姑娘 你不要欺人太善 环儿瞪着眼睛 看着林小竹 眼睛里充满着嫉恨 你自己也不过是个丫鬟 却妄想攀着高枝 昨晚上 也不知是谁勾引了袁公子 在院子里大吵大闹道 不错 我是看上了袁公子的英俊潇洒 希望能侍奉他左右 可我至少还知道 连耻 不会在大碗上的勾引男人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可是还没有走两步 就惊呼一声 啊 伸手在丰满的胸脯上 拍了两拍 然后娇羞地低下头去 唤了一声 袁公子 似是想起了刚才自己的花 举起袖子 扮演着面 便匆匆而逃 脚步亮亮腔腔 在与袁天爷错身的时候 脚步一个不稳 就朝着袁天爷身上 扑了过去 袁天爷只要一伸手 就可以把这华儿给扶起来的 或是站在那里不动 也可以来一个香艳的满怀 可偏偏人家袁公子是武林好手 在华儿差不多要摔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忽然往旁边一闪 哭通一声 华儿便摔了个狗肯尼